你看 他去也行啊 咱们正好呢 带着葛小姐回昆明啊 这不省了很多事吗 你小子 贪生怕死 我这可不是贪生怕死啊 我这是为你着想的 李文 找你的 就说我不在 好 我已经听到你的声音了 我们能不能冷静地谈一谈 可以 你说 此沙车间是你的任务 但是现在 你并不是最合适的人选 哼 我不是最合适的 你是 没错 亮文全 我先 欣赏你的勇气 但是有些事情 靠勇气是完不成的 我们冷静地分析下 在总理社 谁才有机会接近池田 只有我 我不否认 可你拿什么杀池田 就用池田送的那把枪 有一件事情我不明白 你说 拿到文件 你就完成任务了 可以安全地离开藤冲 你为什么要以身杀地 我有两个理由 要完成刺杀之前的任务 我是最佳人选 事件的秘密基地 关系到 整个东南亚战场的战局进程 也会影响太平洋战场的局势 我杀了太日军的秘密基地 就很难断掉 还有 这天是丽山霸残了元凶 杀害我和我的凶手 杀掉池田可以为我的父母 还有丽山霸的乡亲们报仇 也能重创日军 我不能受人仇人 我连文权有什么面目 去九泉之下见我的父母 还有一点 我听你说 飞风山之阵 我救你 这么多没效 谢谢 你同意了 正相反 我反对 丽本 你为什么这么固执 我是军人 这是我的任务 这是我的责任 什么时候了 还分你的任务 我的任务 谁能完成任务 谁就是最合适的人选 自然由谁去做 如果你固执己见 非但不能完成任务 还有可能全军覆没 你知道我是最合适的人选 为什么不能让我去呢 我不想看着你跟池田同归于尽 谢谢你 谢谢你 谢谢你把我当兄弟干 我早就把你当兄弟了 既然你把我当兄弟 就更应该让我去 李文 把自杀之间的人物给我 求你了 我还要给 我这一次给 我必须去跟一个人告个别 罗小姐 罗小姐是吧 换了我都不知道应该怎么说 如果我回不来 难以我 把小灯送到安全的地方 放心吧 我还要给你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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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看吗 这是我自己选的 我特别喜欢这件婚纱 对了 我还帮你订了一套礼服 你穿上一定很帅 以后我 怎么了文泉 你是不是哪儿不舒服 你怎么了 你说话呀 是不是这婚纱不好看 我可以再选的 小董 小董 我不能和你结婚 文泉 怎么了 是不是发生什么事情了 小董 事到今天我不能再骗你了 你骗我 我这次回来对你的感情 全是伪装的 不是真的 也就是说我在对你演习 在骗你 我这次回腾中 我之所以 还装作爱着你 苦苦追求你 就是想利用你 拉近和你父亲的距离 能迅速地入了当中上街 也利用和你的关系 掩护我自己 你的意思是 你早已经不爱我了 这都是在利用 不可能 文泉你是骗我的 我看得出来 从你的眼睛你可以看出来 你对我的感情是真的 你是不是有什么新的任务要执行 你怕拖累我 所以你才跟我撒谎 是吗文泉 文泉你看着我 你告诉我 你说的是假话 你说 我知道我这样做很卑鄙 对你的伤害 也无法弥补 但是我身上建国的使命 我必无选择 我们来想 过去时候 慢慢向你坦白 但是现在我的棋子要来了 我难听到那个时候 对你的伤害 我会更深 你说什么 你棋子 事到今天 我就什么都跟你说了吧 我在英国的时候 认识了我现在的妻子 我们只从道合 在英国进了婚以后 一起回国 参加卡尔族国的游户工作 现在上级派他来当中 陪和我执行任务 过几天就到了 所以我担心 我担心他来的时候 你担心他来的时候 我一冲动 会被他看见 会影响到你们的感情 甚至会影响到 你的救国大爷 是不是 受到了 我再问你最后一句 你刚才听我说的话 都是真的 是真的 我担心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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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句对不起就可以抹去这么多年的感情 这么多年的等待 一句对不起就可以解脱你因为欺骗我而带来良心上的内疚吗 一句对不起 就可以弥补我原父中央去寻找你所经历的磨难吗 你放心吧梁先生 我落脚都不会丧失离职 我也不会影响你们夫妻之间的感情 我更不会影响到你神圣的使命 已经和康日修国相比 我们一个弱女子的分量和感情又算得了什么 我们以后 没有以后 我们之间没有以后 从你踏出这个房门开始 我一辈子都不想再看见你 请你马上离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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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不吃饭 孩子 有天大的委屈 跟爸爸说 你说你不吃不喝 不说话 你要急死我 孩子到底怎么了 你跟爸爸说一说 别哭别哭 听话听话 爸爸 我好傻的 我那么爱他 我为他得了那么多女 他居然那么绝情 我真的觉得子天好傻 好傻 爸爸 好了别哭了 孩子 就是太痴心了 让爸爸找他去 怎么样 不 妈妈别找他 我现在不想看见他 我从今晚 我再也不要看见他了 你梁文泉到底 你怎么了 我们永远都不要听他了 好不 那孩子 你的意思是不是 就不想再跟他来往了 那你听爸爸一句劝 马上离开 他住回昆明 好不好 我 我不走 我不会丢下爸爸木管 你管我 我用你管吗 你管管你自己吧 自从你回到腾冲 你都干了什么 不务正业 上当受骗 现在知道痛苦了 你自找的 你知道不知道 你多待腾冲待一天 我就问你多待一天心 如果 你真想对你爸爸孝顺 就马上离开腾冲 回昆明 再也别回来 我看见你就翻 翻 你 阿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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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军说了整理好自己的马匹 在这里等待召唤的命令 你看那边 我知道 你到底有什么气势 我没看出来 这块 就是个日本人的秘密基地 我看出来了 我想办法把这儿的情况 还有地形告诉外边的人 什么人 我愿意当奴隶的人 那他们在哪儿 疼宠 喂 妈说 你能把我想个办法把这个信号送出去吗 你以为我闲着呢 我想了好多办法 但都不行啊 你看 你看 这儿到处都是日本鬼子 看得死死的 神仙都没办法 哎 实在不行了 逃出去 怎么逃啊 你看那边啊 你看那边啊 不就害了 不就害了你们吗 不行 哎 兄弟 有你这句话呀 老子我也知足了 好吧 我帮你 不行 咱必须想个温度点的办法 不能迎来 我不太 Oct 根本 别 аки 你 我 不 我 你 我 我 往哪边 那边 等 那边 感谢观看 怎么没了 你再好好想想 是不是想错地方 没有 我就藏这了 会不会有人提前拿走了 还有谁知道这个地方 没有谁知道了 我只告诉过你们 你再好好想想 不用想 就藏这了 来 我跟你说个事 来 他拿去 我想个办法 这匹马啊 跟了我五年了 俗话说呀 老马识徒 你弟子是 这马弄回头冲 怎么样 我的办法绝不绝 不行 怎么不行啊 一定能回到藤中 我可是连老伙计 都舍出来了 他是能回藤中 可是他不会说话呀 他回去也没用 你别说 还真是的 老伙计啊 你要是能说句人话 那该多好啊 这办法不行 那咱们就 再想别的办法 只能这样 什么 文件包不见了 对 我们去的时候 文件包就不见了 是不是记错地方了 没有 那是怎么回事 估计让别人拿走了 会是什么人 我要知道 早就找回来了 不行 文件包必须要找回来 李温 刺杀之前的计划 必须要退后 不行 刺杀之前的计划 必须马上开始 文件包找不到之前 他不等死 你还替他说情 我不是替他说情 这个文件包非常重要 实惯重大 我郑重地请求你考虑 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要向昆明显示发电报 请求换杀之前 全面寻找文件包 行动即将开始了 不能停 李温 我请求你给我点时间 李温 就是二个小时 如果昆明显示发电报 必须执行我的命运 好 谢谢 梁先生 葛林 给上级发一份密码集电 哦 那文稿呢 我说你发 哦 好 国民党国民行营 给同中行动组下达了刺杀池田 完成任务 立即撤离的命令 文权本意协助刺杀 但是郭成人文件突然丢失 文权秘密使命就无法完成 请立即列起昆明行营 暂缓死伤 暂缓撤离 十万火急 当初 梁 高长官 我们希望 推迟腾冲行动小组 刺杀和撤回昆明的事件 晚了 命令已经下下去了 命令可以收回 因为他们还没有执行啊 为什么 就为了让你的人能够在腾冲网络 军政高官所谓的贪腐案吗 不 他们的真正任务 是要调查和揭开 战略物资被走私掠夺的黑幕 就算是要调查的话 那也是国府的事情啊 轮不到你们吧 恰恰相反 这种走私自敌 就像长在我们身上的毒瘤 在自身免疫力丧失的情况下 只有依靠药物的作用才能根除 这是对中华民族未来的一种责任 我说周先生 我这个人最讨厌说大话 说一句大不敬的话 高长官该不会也参与了自敌黑幕吧 那就说在你看来 只要是国府的人都知道怀疑 对吗 可以理解 因为我们之间从来就没有过真正的信任 请高长官不要转移话题 我不想再给你磨牙 宋哥 周先生 请慢 在高长官受回承令之前 周某就在这里等 那好 我走 等着吧 老大 这不车了 不车 可那电报 你以为高长官会同意撤退啊 上风的命 是一个指示就能改变的吗 那干嘛还放那个电报啊 给他个面子 大哥 行动吗 再等等 还没回吗 没有 怎么样 没有动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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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还有 land 时间到了 出发 等等 李文 我们能单独谈谈吗 没什么好谈的 你要是怕死可以不去 我要是怕死就不会加入共产党 但是我反对一切无意义的牺牲 我不会让你们白白去送死 今天无论如何 我不会让你走出这个大门 你试试 今天你敢拦着我 我就先打死你 说 我问你 你为什么要杀池田 废话 为了复仇 为谁复仇 为了立柴霸那些死难的乡亲们 你真的以为立柴霸残案 只是日本人针对中国平民的一起 普普通通的杀戮吗 我告诉你 你错了 这是一次灭口 他们的目标只有郭成人一个人 郭成人手中的那个文件包 也就是我们刚刚丢失的那个文件包 因为那个文件包里藏的就是 涉及到昆明国府军政高层勾结日本人走私勿杀的重要证据 而现在文件包不见了 那池田就是我能追杀下去的一个关键人物 如果你把池田杀了 我之前所做的所有调查都将付诸都留 我将永远追杀不到那些藏的昆明重庆的 住手卖国贼 而你这种行为对我来说 就是灭口 你也就是帮凶 我说错了吗 我记得你跟我说过 你们临行前高长官叮嘱你说 让你把兄弟们活着带回去 可就在文件包刚刚丢失之刻 你却收到一道莫名其妙的 让你和日本人同归于尽的自杀性命令 立委 你不觉得这道命令很可疑吗 你不觉得下这道命令的人也很可疑吗 梁文臣 你这是危言所听 这绝不是危言所听 我知道质疑你的上级 你的情感让很难接受 可这就是事实 我希望你把个人情感放到一边 冷静 理智地想一想 我相信 你会做出正确的选择 我相信你会做出正确的选择 算命要做出正确的事实 af农家 suits 你给征住 里在征所 事实廻择 太兄还可以 也选择 你怎么这么弃 不chaefic 你扸 Pig 集セ权 永 Pik 你为什么还不走 我说过 高长官不撤销刺杀池田 和撤离行动小组的命令 我是不会离开的 你这么做到底是为了什么 为了中华民族的未来 别说这些冠冕堂皇的话 说白了 你是想借乌纱走私 来败坏党国的声誉 不是吗 如果国府的官僚 都像你高长官这样狭隘 周某无话可说 那我告诉你 乌纱走私的黑幕 是根本不存在的 存在不存在 调查之后不就明白了吗 行了你别再琢磨了 如果你现在还不走的话 我现在马上把你抓起来 周某再次请求你收回成命 我的字典里没有这个词 来人 高长官 你这是在纵容犯罪 你将成为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 怎么样了 梁先生 我相信我已经收复了他 但是他还需要点时间 我去看看 我去看看 我们下者 我们下者 还有一个人 我们下者 小朋友 咱们 我 还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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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